据台媒报道,台湾女星柯以柔与厨师丈夫郭宗坤的离婚官司二审宣判。 柯以柔与丈夫的离婚官司在一判时判准双方离婚,并因为郭宗坤违反了忠诚义务,需向柯以柔赔偿40万元。 郭宗坤驳回上诉之后,二审仍然维持原判准许离婚,郭宗坤仍然要赔偿40万元。 如果双方对审判结果有不满,仍然可以继续上诉。 二人从在社交平台上频繁秀恩爱到如今对不公堂,让人唏嘘不已。 网友们在感叹的同时也为柯以柔感到不值,认为她所托非良人,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 柯以柔1979年出生在台北,出生在以卖水果为生的家庭里。 柯以柔受到父母的影响,从小懂事听话,据说在10岁就开始帮父母算账,卖水果。 她又因为皮肤光滑,面容娇美,像水果一样甜美可爱,被人称为水果妹。 柯以柔出落的婷婷玉丽,成为了父母水果店的活招牌。 后来因为一些机缘巧合,柯以柔进入了娱乐圈发展,凭借着甜美的样貌与傲人的身材逐渐收懒人气。 可谁也没想到,前途大好的女明星却恋上了处处都不如她的日料店长郭宗坤。 2011年6月18日,30出头的柯以柔嫁给了郭宗坤。 柯以柔说,二人是因为录制美食节目而结识的,郭宗坤还是自己的粉丝。 据知情人爆料,二人认识不到半年就匆匆闪婚,似乎是坠入了爱河。 二人在登记结婚后,还对着镜头亲吻大秀恩爱,想必柯以柔在嫁给郭宗坤时,真的以为自己的幸福要来临了。 郭宗坤还在结婚时立下承诺,婚后她的所有财产都交给柯以柔来打理,自己每个月只需要5000台币就足够了。 在结婚时,郭宗坤还说希望柯以柔能为自己生四个孩子,柯以柔为了满足她,在八年内生下了三个孩子。 柯以柔本以为这段婚姻是幸福的开始,却没想到是噩梦的开始。 在八年的婚姻时光中,有五年的时间郭宗坤都在出轨。 在结婚两年后,郭宗坤就被拍到出轨店内女员工梦。 柯以柔非常愤怒,但是在郭宗坤的哀求之下,这个心软的女人选择了原谅。 然而渣男却并没有就此收心,甚至更加放纵大胆。 先是与某同友日本,被发现后还恬不知耻地说需要一个贴身翻译,后又被拍到进入某的住所,彻夜未归。 柯以柔最终无法忍受丈夫的不忠,正是向郭宗坤提出离婚。 然而郭宗坤一直不肯离婚,并强调自己没有出轨。 吃着碗里的,看着锅里的,好一副渣男做派。 面对柯以柔与母亲的苛责,郭宗坤甚至责备她太狠毒,让她不要去打搅可怜的。 moh,这番言论让人叹为观止。 柯以柔在2018年就提出了离婚,面对郭宗坤的百般阻拦仍执意要分开,终于打赢了官司。 但郭宗坤却对这个结果不满意,上诉要求二审,并在期间一直要求和柯以柔复合,柯以柔言辞拒绝,不愿再和她有任何瓜葛。 昔日相爱的恋人,究竟是如何走到如今这一地鸡毛的地步的呢? 一切还要从柯以柔的经历说起。 2006年,她在参加同学聚会时,遇到十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。 自从对方在五年级移民美国后,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,老同学多年后重逢,似乎让两人生出了别样的情愫,并发展成了恋人,作为大众人物。 柯以柔在感情上,自然要多加谨慎,将这段恋情保护得很好,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 从种种细节之中,她有男朋友的事情,还是被媒体发现了,关于圈外男友的身份,也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话题。 后来受邀参加节目时,她罕见提到了和男友的日常,表示对方工作为工程师,十分浪漫,经常会给自己带来惊喜,有男友在身边。 生活总是那样的甜蜜幸福,这段恋情持续了两年多,双方的父母也很满意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最终会走向婚姻殿堂。 可就在双方谈婚论嫁时,柯以柔却打起了退堂股,男友的工作远在美国。 两人总是聚少离多,远距离,相处容易没有安全感,让她对未来不抱有希望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她提出分手,即使在知道对方决定回台湾工作后,也依旧没有改变心中的想法。 为了这段感情,男方确实付出很多,为了结婚,她还购买了价值30万的戒指。 可惜最后两人没能走到一起,之后柯以柔则将所有的悲伤都倾注到工作之中。 2011年,她宣布和恋爱半年的料理店老板郭宗坤结婚。 婚后,他们生下三个可爱的孩子,本以为会过上想要的生活,可这段婚姻也是坎坷不断。 2017年,郭宗坤被爆出同女员工牵扯不清,还传出过夜的消息。 当时柯以柔不在台湾,得知消息后才赶回。 不过据报道,当时有郭宗坤的密友跳出来爆料内幕,称当时周刊拍到郭宗坤外遇的照片被动了手脚。 密友说当时拜托对方帮忙弄一个活动,明明自己也在场,但照片刊登后,他却消失,他心疼郭宗坤被舆论攻击。 此外密友也说,郭宗坤在事情爆发后每天以泪洗面,心情低落, 希望借由他出面为好友说话,让对方承受的压力可以小一点,但是这样的话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谅解。 或许是舆论一边倒,让郭宗坤苟急跳墙,没多久,郭宗坤就站出来说, 妻子根本就没有照顾好他,平时就连衣服都是自己洗的。 后又公开称指示送同事回家,自己住在楼梯间里,养人什么都没发生,但随即就被小区住户打脸,楼道中根本无法住人。 除此之外,他还跑到镜头前痛哭,营造爱子心切的形象,但直接被刻以柔的朋友拆穿。 原来在争夺抚养权时,两个女儿根本不在他的争取范围内,可见郭宗坤不但婚内出轨。 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很严重,在传出婚变之余,夫妻俩早就分居的消息,也被呈现在观众面前。 原来自从搬进新家后,养人就发生激烈争执,郭宗坤只能住在家里经营的餐厅中,这段婚姻本就女强男弱,包括郭宗坤的日料店,也是因着刻以柔的名气,才拥有大批忠实顾客,据爆料,郭宗坤富二代的身份,包括学历,都是造假的。 在完整的事实面前,她只能回应说很是懊悔,不应该去欺骗大家,但这件事情还是成为了导火索,让柯以柔终于下定决心离婚,结束了六年的婚姻生活。 对此,郭宗坤展开道德公式,喊话希望女方不计前嫌,重新来过,但柯以柔早就下定决心了,自然不愿意妥协,直接通过法院诉讼离婚。 在一审判决中,法院判准双方离婚,按照相关规定,郭宗坤还需要赔偿40万精神抚慰金。 可郭宗坤并不满意结果,再次选择上诉,称在婚姻过程中,自己并没有外遇和强势行为,案件只得进入二审阶段。 没想到这次,官司坚持了三年多,柯以柔曾经聊到官司进度,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,自己会像法官说的那样,成为合作父母。 给孩子带来美满的童年时光,刚开始打官司时,总想着能够赶紧结束,可法院都是有流程的,只能安静地等待。 当记者问到小孩是否知道实情时,柯以柔表示孩子们大概会知道一些,毕竟看到爸爸妈妈分居两地,心中肯定会有过疑惑,有时也会来询问自己愿意。 柯以柔表示等到孩子们的年龄再大些后,她会坦白过去的经历,相信孩子会理解。 经过失败的感情后,柯以柔也感慨颇多,她深刻地认识到,女人还是要学会自立, 不要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,因此,历经情商的柯以柔全身心投入事业,化身电商团购女王, 最高纪录更曾创一年,积累千万营业额,拥有大批死忠婆妈粉丝追随, 且柯以柔为求更有竞争力,主动进修相关知识,可以说是个女强人。 而柯以柔近年在电商界站稳脚跟,业绩稳定增长后,善于理财的她私下还投资房地产, 目前名下就有两间房子,靠自己撑起一个家,如今,在她的生命中,孩子和工作是重心, 有家人陪伴在身边,事业发展也变好很多,就已经很满足了, 同柯以柔的生活比起来,郭宗坤的情况就显得窘迫很多, 她的日料店生意遭遇重创,重新开业之后,客人寥寥无几,状况十分的惨淡,只能苦苦坚持下去, 但时至今日提到前妻,她脸上依旧没有丝毫愧疚, 还多次公开有复合的想法,引起外界热议。 2019年时,郭宗坤还曾因突发心脏病晕倒,送到医院后病情加重, 多次发出病危通知书。 不得不说,坏事做多了,确实是会有反噬的。 如今,一切已尘埃落定,我们就祝愿柯以柔的生活越来越好, 而郭宗坤就好自为之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